历史上是没有PPT这么一说 过去连书也没有 那么书很少的情况下就要讲 没有办法 书只能把很精要的部分写下来 那有很多精要以外怎么去解读呢 一个是需要讲 一个是需要著书 要不断的各种各样的著书 那这个传来传去就会出现 一些差异就引起了争论 就出现了所谓派奔 这个历来都是如此吧 这个国外的圣经也是如此 那么近代改西制以后 这个学堂的教育 我们知道最早上课的时候 它是用教科书 中国过去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的教科书 严格的时候就认字的时候 它有一定的这个三百签 这样的东西 三字经 百家性 签字文 这是认字用的 也很难说它是一个正规的教科书 那么改西制以后 它就使用了教科书了 但也不完全是教科书 不是说造的教科书讲就行 它同时有的时候还兼用讲义 那么讲义跟教科书之间就不一定完全一致 有的时候是线编讲义 那么到了1922年改制 就改为向美国学习这个制度 那么就改为听讲 记笔记为主 但是这些办法呢 说的不好听 跟中国的实际情况都有点不太吻合 你比如说记笔记 那中国这个方言很多 那很多老师的方言 那学生都不知道他在说啥 最典型的比如说朱熹祖在北大 讲了一学期 那学生都连他讲到哪个朝代都没搞清楚 所以说这个呢 不完全适应 那么现在 大家多用PPT呢 看起来是很方便 但是用了PPT之后 其实带来很多的弊端 就是大家其实 听的时候不够专心 不够专注 另外呢 不会跟着老师的这个 讲的人的思路去走 因为你主要去看他写了些啥 如果把你归纳下来了 你基本上就要套住 那我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呢 是新文化运动的真相 那讲这个题 我为什么刚才要那么一点开场白 跟这个主题有关系 我曾经说 我们现在最 研究历史的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会做历史 不会做历史的基本的东西 不会用自历史的基本的办法来研究历史 我们常常要找很多非历史的东西 来指导我们研究历史 但是我们恰好丢掉了历史的基本的东西 这个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呢 第一 就是记事 一个事情 来龙去脉 渊源流变 把它记录下来 第二个呢 就是叙事 那你根据各种各样的记录 把它整理 梳理之后 你来叙述这个事情 来龙去脉 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大家知道 一个人对一件事的记录 跟其他人对同一件事的记录 肯定不会完全一样 就算你主观没有故意 你客观如实记录 你也记出来不同 这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 那么既然不同 那么你最后如何来叙事呢 你是要根据所有的人的所有的记载 但是这些记载有的时候呢 彼此是有矛盾的 有的时候是彼此不能够照应的 那你如何去 通过整理 大体上接近这个事情 本来的情况 这是我们做历史的一个最基本的记忆 但是我们现在做历史的人 恰好在这个问题上 我可以说 有严重的缺失 我们有相当多的历史的叙述 跟历史的本来是不吻合的 古代史当然有很多 大家知道这个过去 估计刚讲这个古史变 他主要是讲上古 他认为上古的历史 后来是成蕾叠加 是人为制造的 这个当然是有问题 因为各个民族的上古的历史 大概都有类似的情况 不足为奇 但是这种情况的发生 很难说是有特定的人物 特定的编造所造成的 大概就是由于我前面所说的那些情况 不断的 这个随着时间的积累 出现了差异 由此造成了这种各种各样的不同 当然其中不排除有人为因素 但那不会是一个普遍的 最主要的 那么我们说近代史离现在很近 是不是讲的就一定对呢 那可不一定 而且按照梁启超说 近代的东西 反而往往讲的不对 他讲他自己写的 物须政变记 他说他自己亲密写 他说你们要把他当 物须真实的历史 那肯定是不同的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就知道 他写的很多东西 只反映了他个人的一些看法 甚至他有意地在其中 可能参加了一些主播的因素 那我们这个今天要讲的 近代有很多 因为我现在正在重写大历史 重写大历史 我大概是辛亥革命写了三本 这个已经全部写完了 刚才卢老师念的那其中 有几本就是 那么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写三本 这个写好了 现在写完了一本半 那么国民革命写三本 这个还没有开始 另外抗战写三本 现在写完了一本半 解放也写三本 我这些材料很早就收好了 但是有的时候呢 有的情况下要看一看 先写哪一本 另外本来这个庚子 我准备写三本 其实我有一本很早就写完了 另外几本呢 我当时觉得这个时间不够了 所以说我就 转请其他的人 看看能不能写 当然最后我要看情况 如果实在有问题 也可能还得我自己写 这个也是可能 那总体上我为什么是这样想呢 我不是把这个各个阶段的大的历史通通写了 写一个像通史类的东西 不是的 我是要写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出来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近代史的研究 有相当多的人觉得已经无从下嘴 就是觉得题目好像都被人家做完了 但是在我看来 近代史的研究 刚刚开过荒 也就是刚刚经过了刀根火种 那我现在要写的这些书 就是要证明 在大家认为已经深根过的这些领域 其实我们随手可以找出大量的课题 都可以写成专书 我只是要提醒 提示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那么如何写 这是一个要讲究的 如果不会写的话 你就算给了材料也写不出 如果会写的话 近代史好像还没有什么不能写的领域和方面 所以说这个怎么写很重要 那我今天呢 就以这个新文化运动为例 来讲一下 我们怎么看 近代史研究当中 大量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 就是历史本来的情形 就是历史本事 跟后来的历史叙述 二者之间存在的联系和分别 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联系和分别 是如何造成的 我们知道按照现在的历史叙述 我们虽然叫五四新文化运动 但是在现行的历史叙述当中 首先是新文化运动在前 这个是以新青年 或者以青年的杂志的创办 为开端 至于 以青年杂志 哪一个时间点为准 那又有好多种说法 至少有 比如说以青年杂志的创办 为准 那这个就比较早 那还有一个是以青年杂志 改成新青年搬到北京 为准 那这个又完了 所以说大家看 关于新文化运动纪念 从2015到2017到2019 出现了几个不同时间的纪念活动 那这个新文化运动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本来就是一个问题 然后在我们的历史叙述当中 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 产生了五四运动 然后在五四运动之后 又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 这是我们现在的历史叙述 但是这样的一个历史叙述 是真实的历史吗 关于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周策仲教授 他很早就已经发现了 这个叙述是有问题的 他在他写的这本 五四运动史当中 他里头就检讨过 他说在1919年底之前 我们在所有的材料里头 都找不到新文化运动这个说法 那也就是说在此之前 新文化运动不存在 那么他找到的最早的新文化运动 是在1919年底的新青年 所以说他认为 新文化运动的发生 应该是在五四运动之后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想这个周策仲教授 当时啊 他能依据的资料 其实是有限的 因为他当时在美国吧 他能依据的资料是有限的 所以他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后来 这个现在北京大学的 王岐生教授 他又写了一篇 他说这个新文化运动 是被运动出来 那么他又进一步的检讨 这个新文化运动发生的问题 那么他们好像把这个时间点 往前推到了这个 1919年的10月吧 大家这个可以再查证一下 那他其中检讨了很多问题 那么其中一个 很有意思的就是他指出 到1920年 陈独秀还在 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讨论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而在所有研究新文化运动的人当中 都不太重视这篇东西 他当时也觉得奇怪 怎么在新文化运动开展这么久了以后 还在讨论这个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也就是说 到1920年 大家都还不知道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这个显然有点怪异 所以说 所以说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生 也是在武士运动之后 那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我这个进一步的寻找资料 那几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源起 那我们现在可以 简单的说 新文化运动 是在武士运动之后发生的 而且是紧接着武士运动发生的 我们最早能够找到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 这个概念的 记录 是1919年的 八月初 那么据说 他这个记录啊 是记得 再早一些时候的事情 也就是说 最早 大概在1919年的七月底 也就是武士运动之后 在此之前 我们可以翻遍任何的文献 我们找不出新文化运动 当然后来有的学者说 这个新文化 这个东西啊 可以一直追溯到 物须运心 那是一个用后来的观念 去解读前面的事情 这种情况 在我们历史研究当中 常常发生 但是也常常会混淆 二者 是不一样的 那问题并不完全是时间的问题 重要的在于 最早提出新文化运动 这个概念的人是谁呢 是国民党的元老吴志辉 是国民党的元老吴志辉 那么最早系统阐述 新文化运动的人是谁呢 是国民党的 重要的理论家 是国民党的元老吴志辉 是国民党的元老吴志辉 他发表过两篇文章 1919年 8月 9月 很系统的 阐述了新文化运动 那么除了 国民党以外 另外我们发现 还有 一个很重要的组织 在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当中 起了重要作用 就是江苏教育会 江苏教育会 在1919年10月的时候 在江苏全省 中上 以上的学校 也就是 中学大学 这样的学校 专上的学校 举办了一个 全省范围的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演讲 这个演讲是在 19 19年的12月举行的 那么这个演讲 至少在江苏 一省的范围 对这个 广大的学生 进行了一个 普遍性的动用 但是这个演讲 在10月 发出通知的时候 发出通知的人 也知道 社会上没有什么 新文化运动 所以说他在里头 专门说明 新文化运动 是什么 怎么去讲 新文化运动 他专门发了一个 大纲 告诉大家 那么我们看 除了 这两方面以外 还有一个 在讲就是 北京大学 但是北京大学呢 其实这个是有点勉强 我们现在以为 这个 新文化运动 跟北京大学 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至少从发生 这一点上来讲 我们说这个关系 有 但是有点曲折 在北京大学方面 着重讲过 新文化运动 在1919年 是讲孟林 也就是带领 带这个蔡元培 去出掌 北京大学校长的 蒋孟林 但是蒋孟林 跟北京大学 没有任何渊源 蒋孟林 他背后真正代表的是 江苏教育会 这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 这个江苏教育会啊 从晚清到民国 它是有一个全国性的 不光是在教育领域 包括在政治 在思想 在各方面 它都有一个很 庞大的 一种计划 报复 也可以说是有相当的野性 为什么九个 它是北京的 为什么还没成 也是历代经家 毕竟的 喂 有问题吗 喂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刚才忘了个经营了 我怎么听到 有一个老师 把那个麦打开了 他没有进 好 我以为是有问题 好 我们后来的一些资料显示 说蒋孟林跟北大有源源 我可以 我经过详细的研究 可以证明 他跟北大毫无源源 他带蔡元培出长北大 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我待会会进一步讲这件事情 他不是真的去代理校长 他只是代理校长 就是代校长去签字盖章 我们知道现在在国外的这个大学里面 都有这个情况 因为他必须经过那个主管的签字盖章 在主管不在的情况下 他必须指定特定的人 去代为签字盖章 你可以说他部分的代行了校长的职务 但是他完全没有校长的权力 这是两个不能混为一谈的事情 蔡元培之前跟北京大学的交集 只是他办了一个刊物 这个刊物呢 北大是作为五家大学的一方 这个刊物是由江苏教育会 跟五家大学联合办的 叫新教育 那么那个蒋孟林呢 是这个刊物的一个实际的编辑人 那在这个事情上 就是在五四之前 办的这个刊物 跟北大有一定的联系 那至于后来北大 安排蒋孟林在北大上课 那我可以说是因人设事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蒋孟林学的东西 在北大是没有位置的 没有他的那种专业 他是教育学 北大是没有这个教育学的这些专业 所以他上的课是为了他而特色 这是后来的事情 那么这三家也就是国民党 江苏教育会和北大 北大尤其是蒋孟林跟蔡元培 这个蔡元培啊 他虽然是浙江人 但是他跟江苏教育会的关系 非常密集 也就是说从晚清到五四 这一个时期 江浙的这个知识人 从士生到知识人 他们中间的关联非常紧密 当然到了五四前后 浙江本地的教育会 反而跟江苏教育会 已经有裂痕了 而且这个裂痕呢 很深了 这个是很复杂的事情 我又不展开讲 所以说蒋孟林这个时候 严格的说他并不是代表北大 他应该还是反映了 江苏教育会的态度 但是这三者之间 应该不是完全的隔离 他们之间应该有约定 只不过我们现在对这个约定呢 还不能说 查得很实 为什么 因为这个蒋孟林 他跟国民党这方面是有关联的 因为他当时帮孙中山翻译书 他们是有很多的交集的 那么他跟江苏教育会的关系 那他本身就江苏教育会派 那么加上 这个蔡元肺跟江苏教育会的关系 所以说这背后很大程度体现了 江苏教育会跟国民党在此之前 他们也有联手的行动 那么这个我们就要谈到了 武士运动 的产生 跟这个被后来的发展的结局 而武士运动怎么产生的受什么影响 这个非常复杂 我们把很多因素不谈的 不是说那些因素不存在 而是我们要着重谈 国民党江苏教育会的这个关系问题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 大家知道在武士运动之前 那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政敌 这个政敌就是掌握北京中央政权的段祺瑞 和段祺瑞控制的安抚系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安抚俱乐部 因为在袁世凯之后 其实段祺瑞虽然他没有做总统 但是实际上他是长期掌握这个实权 那他就成为各方政治势力的一个共同的敌人 那么大家看 我之前写过一篇北洋军阀的书 这个北洋军阀 当然跟这个河南有关系 大家知道北洋军阀一开始 并不是反对所谓北洋系的 只是反对我们现在说的叫晚期 也就是段祺瑞这批人 那个时候连直系吴佩福都站在 都打出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号 他反对的就是段祺瑞 他反而跟国民党跟江苏教育会 跟西南军阀他们是同盟关系 大家为什么都要共同针对这个段祺瑞跟安抚系呢 因为他的势力太大 所以大家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斗他 他的势力太大以后 他还要在全国进一步扩张 所以说各方势力都受到他的挤压 那大家只有联手才能对付他 五四运动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机会 在五四运动之前 大家看 1918 1919年 忽然出现了一批 宣传反对北洋军阀的书跟报刊 在此之前你看不到的 报刊上OA 但是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批 你看背后的这个作者 或者跟作者相关的 大部分都是我说的 上面的这几方人 也就是一个是直系 一个是国民党 以及西南军阀 还有一个就是江苏教育 所以说 五四运动最开始 矛头所向的人 不是我们后来所讲的三位卖国贼 主要是段祺瑞 以及段祺瑞手下的两员大将 一个叫徐树珍 一个叫金云鹏 当时各地游行的旗字上写的 就是他竖一个白旗 拔到谁谁谁 那他们三位其实还排在前面 我们后来说的三个卖国贼 其实排名还在靠后 因为说的不好听 那三个只不过是执行人 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段祺瑞 但是五四运动的结局 五四运动的结局是 蔡元培突然吃去了 北京大学的校长职务 这个让在背后支持他的江苏教育会 觉得有点失算 为什么 因为蔡元培在北京 是江苏教育会的一个重要的依托 那么蔡元培离开北大 安福系很迅速地要派人到北大 担任校长 同时也派人到上海进行活动 要进一步挤占江苏教育会的地盘 那么这个就使得国民党 江苏教育会 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所以说 他们这个时候就是在五四运动高潮过去之后 他们要联手发动一场新文化运动 来继续推动 怎么说就是 打倒安福系 打倒段契瑞的 这样一个活动 那么 五四运动 经过一番折腾 这个 就是在政府方面 那最后是抛出了曹汝林这三位所谓卖国贼 那么保住了段契瑞 和徐树珍 金云鹏 那么这个呢 远远没有达到 他们之前的 所设想的那个目的 所以说 这个时候 推动新文化运动 的一个直接的目标 就是要进一步实现 之前制定的那个战略方向 就是要 推翻 段契瑞 跟安福系 那么 那么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讲到 另外一个问题 那么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讲这个 新文化运动的主角到底是谁 我们现在 说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角 是新青年同仁 尤其是像 陈独秀 胡适 李大钊 以及 这个 鲁迅这些 但事实上 并不是 这个胡适啊 1920年 夏天 到南京 去 被受邀到南京 去做演讲 当时 来听讲的呢 是全国17个省 来的 大部分是教师 这样的人 那么在讲的过程当中呢 有的人 有的人就问胡适 说 你是这个新文化运动的 起手 就希望他讲这个新文化运动 那胡适听了就很恶然 胡适说 哪里有新文化运动啊 连新文化也没有 那么回到北京呢 刚好北大开学 1920年的9月 北大开学的时候 那蒋梦林 他之前呢 就跟蒋梦林 谈到这个事情 那蒋梦林 就希望他在开学典礼的时候 上台去讲一下 他的意思 那么开学的时候呢 胡适就 上台 讲了他的看法 他就说 现在中国 没有新文化运动 连新文化也没有 像北大这样的大学 连文化也没有 那这个 既然胡适说 没有 那他怎么会成为 新文化运动的 重要的人物 这个显然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再进一步的看 大家要记住 新文化运动是在 1919年 武士运动之后 也就是七八月以后 才发生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 新青年的这批人 他们都 大部分都不在北京 或者在北京 但是被关在监狱里头 比如说陈独秀 被关在监狱里 那胡适到这个时候也不在 而且他也不站着 鲁迅 鲁迅到最后 到一九二几年的时候 二四二五年的时候 他还说 他说新文化运 这个词啊 新文化运动这个词 是反对我们 的人 栽给我们的 就是安给我们的 不是我们的主张 他说得很明确 所以说新文化运动 跟新青年 究竟是个什么关系 这个需要重新谈论 那我们经过研究之后 我可以确认 大体上是这样来说 如果说 直接的跟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并没有关系 他的发生 跟他没有关系 但是他后来跟他 有逐渐有关系 这个关系的 八段 主要是陈独秀 陈独秀1919年10月 被释放出来 然后呢 他就很快就参与 新青年的编辑 然后在10月之后呢 他就要求 由他独立一个人 来编新青年 把所有的编误 都一人揽下 那么在陈独秀 掌握了新青年的 全部编辑事务之后 他很快做出一个判断 就是新文化运动 很重要 所以说他从1919年 12月开始 就陆陆续续地 在新青年上面 发表了一系列 跟新青年有关的文字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呢 陈独秀的意思是说 我们支持新文化运动 他没有说是我们发动 是我们支持 那么很快 陈独秀就因为 他被这个北京政府啊 冲击 所以说他不能在北京待 他就只好离开北京 去了上海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的 陈独秀 他已经准备转向 社会运动了 就不再仅仅从事 思想宣传 他准备转向 社会运动 所以说他到了 这个上海之后 他就连续地进行 新文化运动 是什么的演讲 在上海连续做了好几场演讲 并且把演讲词写成文章 发表在报纸上 很长的文章 这也就是王岐生教授提到的那一篇 陈独秀 关于新文化运动 是什么的文章 那么在 从这个文章开始 陈独秀 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支持者 而是一个主导者的姿态出现 所以说 他最早在上海 演讲新文化运动的时候 开始其实是作为 一种娱乐性的 那么后来就作为很正式 而且到了一个多月之后 大家就把它封为 新文化运动的句子 我想 不是在1920年的8月 在南京演讲 为什么会被大家 说成是新文化运动的起手 跟陈独秀的 在上海的演讲 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 反对 所谓这个新派的这一批人 他们确实 也把它们当成新文化运动 主要是有两部分 一 就是张世昭 大家知道张世昭 在 五四运动之前 对北大出现的新旧 双方截然对立 就觉得有问题 于是他不断地呼吁 要新旧调和 那么在新文化运动出来之后 他又发表了很多的文章 和演讲 指责北京大学的新文化派 讲这个新旧 截然对立 进一步提出调和 那么这个就引起了 新青年的一部分人 不满 就起来和他做了一些大便 那这个就会使大家觉得 他们是不是在为自己辩护 其实不是 你们只要去看这个 这个情况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学恒 学恒的这批人 也把新青年这批人认为新文化派 在他们的刊物 以及其他刊物上 发表了一系列的批判新文化 这些新文化派的这个文章 那么 学恒这批人 跟所谓新文化派的这个关系 其实要追溯到 留学美国期间 就是在波士顿的 哈佛大学的留美学生 跟在纽约的 尤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 留美学生 中国留美学生之间的 那个长期矛盾有关系 因为他们当时 哈佛大学的留学生认为 哥伦比亚那批人 不是来学习的 不是来研究学问的 是来搞政治的 而哥伦比亚那批人认为 哈佛这批人都是一些书呆子 所以双方矛盾非常深 另外他们的关于文化呀 等等方面的立场态度 有很大的分别 这就造成了 这就造成了双方 积怨很深 所以他们回国以后呢 还对 尤其是这个学恒这批人 其实大家想 学恒创办的时候 其实 青青年的这个高潮已经过去了 他已经转到了 这个搞社会主义的 陈独秀他们的手中 他已经不再是宣传新文化音 所以说 他们 针对的这个新文化派 已经是一个过去式的 所以说 这 青年 我们可以这样说 他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角 尤其是胡适 胡适 胡适从头到尾 只有中间有一段 投机性的 承认 他从头到尾 都是反对新文化运动 所以蒋介石说 给他写的晚联上 说他是新文化运动的 这个是不对的 当然胡适自己呢 他中间有一段投机 他也承认他是新文化运动 但他内心对这一点 是很有 很不以为难 为什么我下面还会再讲 胡适啊 从19 2020年 一直到19 1925年 都非常明确的反对 新文化运动 对此是很不以为的 那么直到1929年 他跟国民党之间发生了冲突 那个大家 这个事我不再展开 他跟国民党发生了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 国民党从一开始是反对 就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 而我们才是搞新文化运动 国民党 国民党为此 组织了很多人 对他进行围攻 专门出了一大本书 但是 参与围攻的这些人 本身 也对这个新文化运动的来龙去脉 不知其详 其实 他站在反胡适的立场上 反而是坐视了胡适对他们的指责 也就是说 他们不知道 国民党其实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端子 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胡适在 讲了在中间这一段 新文化运动的起手自居之后 他其实内心对这件事 还是耿耿于怀 所以到了台北1960年代 有一个媒体采访胡适 胡适在这个时候 还是 有点吞吞吐吐的 但是 其实是很明确的讲出了 他不赞成新文化运动的意思 他始终说 他说五四运动 干扰了我们的 新四朝运动 指的后来的 这个运动啊 向着政治的方面发展 有大量的青年 被国共两党吸引去了 这个似乎是非常不满意 所以说 把 胡适说成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角 第一不符合历史事实 第二 对胡适本人不公 因为胡适明确不赞成 新文化运动 你硬要强加给他 新文化运动的 这个 起手 骨干的 这个地位 这个对他来说 难道是一种公平吗 从我们这个历史叙事上 好像是在抬举他 但是从他本身 自认的历史地位 他觉得他不能接受 我觉得这个 是要很好的讨论 另外 比如说像鲁迅 鲁迅这个时候 他不仅是不赞成新文化运动 其实他连一般性的 这个群众运动 他都不适合 大家不是很明白 这个 在中国的历史上 从晚清以来 对这个民众 大规模的这种运动 其实是 知识人一直是有一点 心里畏惧的 当然 通过五四运动 所谓群众运动 开始走向正面化 但是在此之前 和在这个过程当中 知识人对群众运动 一直是保持一种距离 他们不希望自己参与 这样的社会运动 那么 我想这个关于 新青年的 这个新文化运动的 主角到底是谁啊 我们首先说 不是 这个 金青年 那么大家说 是谁 难道是国民党吗 是这个 江苏教育会吗 也不是 其实真正在新文化运动当中 发生 组织作用 最 广泛 影响最大的 是少年 是少年中国学会 大家看 少年中国学会的 酝酿 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前 但是少年中国学会的 正式组织 恰好在新文化运动 发生的时候 所以说 少年中国学会 一成立 它的宗旨 就是推动 新文化运动 而且少年中国学会 他们是有组织的 而且它这个组织 是全国性 所以我们看 在上海 在四川 在其他各地 在 在包括在湖北 湖南 我们看 搞新文化运动 最积极的 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 在长沙 我们知道这个毛泽东 在湖北 在武汉 运带印 这是很典型 而在北京这个方面 我们看 北大的学生 其实跟 新文化运动 并不像胡适说的 没有什么关系 而是关系很深 但是我们看 在北大跟 新文化运动 关系深的人 也是少年中国 学会的成员 比如说 康白琴 这样的人 还有很多 少年中国学会的 成员非常多 那么后来 集中讨论 新文化运动 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人 也是以 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 为主要的角色 那么新青年当中 除了 陈独秀以外 还有一位 跟新文化运动 有很密切的关系 而且直接表示 支持的 就是李大钊 但是李大钊 表示 新文化运动 言论的 不是发表在 新青年上面 而是发表在 少年中国的刊物上 也就是说 他是以少年中国学会的 成员的名誉 来推动 新文化运动 这个是我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叙述 那么下面 讲第三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是讲 武士运动 与新文化运动 到底有什么样的 联系跟区别 我们 从结论开始讲 我们说 应该是这样 武士之前 发生的 以新青年为代表的 这个叫 按照胡士的做法 叫新思潮 或者叫新文艺 或者叫新文学运动 或者叫新思想运动 都可以 但是不能叫新文化运动 由这个新思潮运动 的影响 推动出了 武士运动 当然它不是直接的 推动 直接有 那主要还是因为 那个巴黎 合汇的问题 但是它在思想上 是很有作用 而在武士运动 高潮过去之后 出现了 新文化运动 那么这三个运动 通过思想启蒙 去改变 它当时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改变国民性的问题 而武士运动呢 是一个因为外因 激发出来的一个 爱国运动 当然同时 它也有 对军阀 统治的 一个反对的作用 那么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 是把 新思潮运动 与武士运动 两方面的东西 结合在一起 它一开始 就是作为一种 社会性 文化性的 革命运动 或者说 作为一种革命的 社会运动 跟文化运动 因此它同时 也是政治运动 那么正是因为 新文化运动 具有革命的 社会运动 文化运动 跟政治运动的性质 所以说 新青年的 以胡适 为代表的人 基本不赞成 那么赞成的两位 陈独秀和李大钊 我们看 这都是共产党方面的人 共产党方面的人 他们是 赞成 他们 并不主张 思想启蒙 就是单纯的 思想启蒙 他们主张 要 作严 请行 要付诸 行动 所以说 他们是非常赞成 新文化运动 而国民党 跟江苏教育会 在提出了 这样一个 新文化运动之后 他们本身 其实对这件事 做的 并不够多 或者说 用力并不够深 当然国民党当时 它是一个革命的政党 它首先要完成 它自己的一个 组织的改变 这个它 武士运动 对它有很大的 促进作用 所以说在武士之后 它通过新文化运动 它大量吸收 这个新的青年进入 所以我们看 大家你去查一下 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 相当一部分 都被国民党和共产党 吸引 当然那个时候 没有共产党 所以说 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当中的 后来加入 中共方面的这些成员 像张文天 像毛泽东 像韵戴英 像很多很多 我的印象好像张国焘也是 那么这些人 大家去看他们个人的资料 包括日记 书信等等 你就发现 这些人是一些 道德非常高 一般人做不到 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 而且报复极为远大 大家要知道 在辛亥革命以后 由于政治上的 怎么说 恶劣 所以大家对辛亥革命 普遍有失望 失望的感觉 那这个时候反而出现了 就是大家不要去参与政治 所谓这个不要参与政治 主要就是不要去 政府做官 那么对于 要不要进行社会上的运动 这个呢 即使在少年中国学会当中 也有分歧 有的人主张 只搞文化运动 不搞社会运动 有的人主张 只搞思想启蒙运动 连文化运动都要少进行 也有人主张 要搞政治运动 但是同时也反对 参与 现在的 政治 也就是参与政品的这个政治 都有各种各样的 想法 其实 我说到这 我就想 如果我们 仍然把新青年 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角 那么对于少年中国学会 里头 加入国共两党的青年 尤其是共产党方面的这些 特别积极的人 对他们其实是一种相当的不公道 这就混淆了 新思潮运动 武士运动 与新文化运动 他们本质上是存在差异的 而这个差异性 恰好是体现在了 当时仍然属于革命政党 以及后来组建的革命政党 也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 所放异 没有 新文化运动 我们想 武士运动 不大会像 后来的这样的影响力 它大概也就是一场爱国运动 后来影响 不会那么大 正因为有了新文化运动的激励 所以说 这个影响一直持续 并且通过国民党和共产党 长期的发挥作 那么当然 大家可能还要问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也是我最后要交代一下 那么是不是 我们后来的历史叙述 是人为 后面的人 人为制造出来的 不是 其实在1920年的时候 从1920年开始 我们 各种各样的舆论上 就逐渐开始把 新文化运动 与新青年 与北京大学 连接到了一起 这首先是日本的 一些杂志人 提出来的看法 然后呢 其实包括像 学恒派的胡仙树 他也有这样的看法 那么加上后来 在讨论新文化运动 是什么的时候 把胡适用来说 新思潮的 主要核心的 两个概念 也就是陈都秀讲的 本质 罪案 那里头说的 就说新青年 主要讲 主张的 就是两个 一个 是 德先生 一个是 赛先生 这也就是 我们后来说 武士新文化运动的 核心是 民主与科学的 由来 这个跟胡仙树 这些人的 讲法 跟这个 媒体上的 其他人的 讲法 大体是相近的 也就是说 他把这个 德先生 赛先生 跟新文化运动 连在一起 但是是通过 胡适讲的 新思潮运动 以及 陈都秀讲的 新青年的主张 是这样一个 转折 转过来 另外呢 大家对这个 德先生 赛先生 其实是有误解 尤其是个 德先生 德先生 我们现在说 是民主 那为什么当时 不翻译成 民主呢 很多人觉得 有点古怪 我们现在讲 民主 大家都好像 不言而喻 我们都知道 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真的 知道什么意思吗 未必 其实当时 翻译这样一个 所谓民主的 这样一个词汇 有三十多种概念 而没有一种概念 是能够准确地 翻译出 民主的 全部的含义 所以说 当时人 讨论许久 无奈之下 结果决定 采用 英译的办法 所以当时人 讲的 德先生 跟我们 现在的人 讲的 德先生 可能大不相同 我们现在 讲德先生 主要是 讲的 政治 或者说 政治体制 而当时人 讲的 德先生 主要不是 指的 政治和政治体制 首先是讲的 教育 就是教育 要从过去的那种 被动灌输 转到一种 自动 自主 和自治 这样的方式 来进行教育 那通过这样一种 民主式的教育 这个民主 是我用的词 就跟当时的人 当时人 还是用德先生 当时的人 讲的这个 德先生的含义 主要不是讲 政治 我说讲教育 那通过这个教育 改造 每一个国民 也就是要进行一个 社会文化的 一个普遍的改造 这个才是 当时讲 德先生 流行的一个 很重要的人 当时 当然这个 五四 时期 这样讲 德先生的普及化 除了跟新青年 这个有关以外 其实 最重要的一个是 跟杜威 来华 演讲 有关 那杜威 来华 演讲 主要就是讲教育 主要就是讲教育 那关于杜威 在全国各地 讲了很多场 那这个 江苏教育会的 黄延培 开始是追的 就听的 为什么他们要追的 听 因为 从 新汉 就1911年 那个时候 开始 哈佛大学 美国哈佛大学的校长 来中国 就对中国的教育 提出了批评 那这个时候 就引起了 江苏教育会 这批人的注意 他们还专门派了 几位很有名 后来的人 去美国学习 就是专门学习 美国式的 这个所谓 民主 自动自治 自主的教育的问题 但是呢 仅仅这样学习 他们仍然不能弄清楚 所以说 黄延培 对杜威 来华的演讲 抱有极大的兴趣 大家看 正是在杜威 来华演讲的 过程中 在中国的 很多教育刊物上 陆续出现了 德先生专号 专栏 专刊 或者是专门的论文 专题的论文 大量的出现 关于这个问题呢 其实 如果展开的话呢 可以要讲的东西 就太多 这里我就不能再展开 所以说我们说 新思潮 武士运动 与新文化运动的 本来的历史联系 在 在1920年以后的叙述当中 就已经逐渐逐渐地 开始混淆 那以至于一直到后来 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 这样一个历史学 大家知道新文化运动 不是只有一期 一期嘛 反正到1920年代就结束了 但是其实在中国 新文化运动 有三期 抗战的时候是第二期 后面还有第三期 这个大家都很少有人去研究吧 因为我现在 写的我说的 《武士与新文化运动》 三本书当中 其中一本就是新文化运动 那我写的新文化运动 要把新文化运动 本来的来龙去买 也就是这个历史 事实是怎么回事 讲清楚 同时也要把 如何把新文化运动 说成是后来的 这个情况 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 我们也要写清楚 那另外 还要把我们现在的历史叙述 是如何形成的 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也写清楚 也就是说 要把三个历史过程 写在一个历史当中 我们才能说 是把这样一个历史 完成了 写清楚 讲明白 我想这个 对于研究来说 尤其是研究 近现代史来说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事情 我这个嗓子不行 讲多了呢 我这个就已经开始受不了了 所以我想这个 我今天讲呢 就讲到这 我希望下面呢 把时间开放给各位 看看各位有问题啊 我们可以提出来 进一步的交流讨论 好 谢谢各位 下来进入这个互动 他有问题 可以问 现场又先 方老师你好 我是历史文化学院的李帅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刚才讲这个新文化运动 这个因为新文化运动出现的比较晚 但是 但是这个文化运动啊 这个词出现的要相对早一点 因为这个在晨报上 最早的话 引用过关于这个日本的一个杂志 就叫文化运动 大概是1919年4月份的时候 有这个 然后的话7月份的时候 日本的那个学生组织 给国内这个 就是给国内报卸写文 写这个信的时候 也提到文化运动这个词 在日本呢 他也有一部分 这个他在做一些这个文化运动 就是说你像他那个 比如说那个黎明慧运动啊 等等 就是你怎么看 我们说这个中日之间 在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这方面的这个关系 或者说相互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情况 谢谢藏人 哎好 你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 我其实刚才也讲到一点 但是我没办法展开 我也说 最早那样去讲的 其实就是日本的刊物 日本的刊物 他自己有他自己的那个语境 他就会对这样的事情 做这样的联想 但是呢 可以说在中国本身来说 并没有这个 那另外一个呢 在新文化运动起来之后 倒是 包括少年中国学会 他们那个时候 新文化运动跟文化运动 基本都是通用的 都是混用的 那这个东西呢 因为日本跟中国的情况不一样 日本知识人在那个时候啊 他因为搞这个民权 自由民权运动啊这些 他没有像中国的知识人那样 对这个运动本身 有那样的借据之心 我想 新文化运动 应该跟日本的这样一种影响 是有关联的 因为我们到 我刚才已经讲了 最早其实就是由日本人叙述出来 但是后来用的时候呢 他把新文化运动跟文化运动混用 也就是说 他说的新文化运动 也就是文化运动 那这个显然 一部分也跟日本有关系 我们知道这个 五四前后 这个受日本的影响 非常多 在此我们以前只知道在晚清的时候多 其实在后来一样多 但是呢 他有一个差别 晚清的时候 受日本的影响 说我是受了日本的影响 这个是正大光明的 但是在21条之后 中国的知识人 一方面受日本的影响 而另一方面 不大愿意直接的说 自己是受了日本的影响 这是有另外一个语境的差异 我想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要回答这上面了 它有点小 那个字有点小 就是它字有点小 我看一看 那我要回答吗 那我回答一下吧 你看吧 有的说 有一个问题是说 广泛阅读各种书的问题 我想读书是越多越好 这个 但是呢 你们现在时间有限 从小又没有下过童子宫 现在来读 如果什么都要读 大概有点来不及了 所以说我想 现在就是围绕你 你的研究的问题 但是呢 要尽可能扩展视野 不要 看自己 研究的那个问题的东西 否则到最后啊 我可以说 做研究都是这样 开始觉得是材料不够 其实后来发现 它的材料太多 但是驾驭不了 为什么驾驭不了呢 就是在于你除了关于这个主题的知识以外 其他你都不知道 你当然就没办法驾驭 那至于说怎么读 怎么迅速的读 就是这个我编了书的 读书法 这个我前面专门写了很长的 想读书法的问题 我讲这个会读书的人 三十岁以后就无书可读 不会读书的人 一辈子如流敷众 但那些呢 他们是指的 那个从小 下过同志工的 但这个东西 是不是完全不能弥补 也不是 你只要分得清楚 大家要知道 在人类历史上 虽然书很多 但是真正具有原创性的书不多 是有限的 只要你分得出 那些是具有原创性的诸作 哪些是解释性的 哪些是抄袭性的 你就很容易读 而且很快能把它读完 你只有读得多 你才能把得住 否则的话 你所有的书 你都要那样 从头自尾 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 那这个书很可能就是一本 根本就没有多的价值的书 那你怎么区别 那你这个功夫就白下 所以说 要大量的 但是要有判断 大概是这样 当然是 还有一个那个人大的那个人号 我看他刷了好几片 在那上面 但是 但是有 有一个问题啊 我怎么看到了以后 他就不见了呢 他这个问题 我看到的只有前面那一段 后面那个不完全出现 当然我会再读一下 他说是 您在讲读中提到了很多 关于新华运动的知识和谬误 那么学者如何在研究中 避免产生或做出这样与史实相悖的结论呢 或者说我们应当怎样开展研究 才能更好的 更客观的呈现 阐释历史呢 这是他的这个 这个问题 我明白 我明白 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问题我可以展开一下的 稍微展开一下 我本来也说了之前 其实 首先讲 前幕曾经讲 说研究历史 有这个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 那么历史意见呢 就是当时发生的时候 大家的意见 那个时代的意见 就是你后来的 根据后来的情况 去附加在上面的意见 这个跟前面那个历史意见 大概就不完全一样 那作为研究者 如何避免呢 其实本来并不难 就是说你要看原来的资料 你不要只看后面的书 你这些都是教科书上的知识吧 教科书上的知识 有很多都是不对的 那我们做研究的 当然就要弄清楚 但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我跟你说 有两种情况 要特别注意防止 一种 离开了后来的这个框架 它不会去说历史 我可以说我之前在一个 这个题我在一个学校讲过 一个著名大学 讲完了以后有一个听的人 他就说 他说桑老师 你这个讲的 我说不出问题 但是我还是觉得 原来的那个叙述 比较容易接受 这个就让我有点刺激 我为什么老说这个 我们现在教学历史 我们这个教历史 没有把人教会 我们是用一种 非历史的态度来研究 就是说 你已经证明这个问题 不是这样 但是他不会说 他如果说 他过去掌握的知识不对了 那新的知识 他怎么去说呢 他一时半会 他不会 他会陷入一个 诗语的状态 他为了确保自己 不陷入诗语的状态 他宁肯相信 那个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这个我觉得是有很大的问题 那还有一种情况 跟这个有类似 但是还不完全一样 他就说 他说你这个说法 是不是跟之前的 完全不一样啊 这不是颠覆了前人的说法吗 这个也让我觉得 有点刺激 为什么呢 如果前面的说法不对 那你是不是应该改变 当然应该改变 另外 我们要看到的更重要的是 这样一个改变 对什么样的东西不好 那我们通过这个研究 我们看 这样的改变 第一 他恰好是回归了历史本来的面目 还原了这个本来的面目 第二 他更进一步地分清楚 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 也就是在那样一个觉醒的年代 各种各样的人 他们怎么联系和分别 这个对我们后面的认识历史 有很重要的作用 难道我们愿意把少年中国学会里头 这些共产党人 后来的共产党人的作用 埋没吗 难道这样一个埋没 是我们应该有的吗 或者是对什么样的解释不好呢 我觉得当然你可以说 唯一好像受到影响的是胡适 但是这个解释 恰好符合胡适本人的心理预期 也是他后来一直耿耿于怀的 重要的原因 因为胡适不愿意 把自己说成是一个社会运动 文化运动的鼓动者和参与者 我想这个恐怕是更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学会离开后面的 这样一个观念去说前面的事情 首先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 我们想 当时的人 比如说 武士之前的人 他不知道有新文化运动 难道他就不能活动吗 不能说话吗 那他没有新文化运动这个概念的时候 他的言行 你如何展现 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到他们 本来的那个情况 本来的那个情况去展现他们原来的那个言行 这个才是历史 而且才符合历史 我常常说 我们很多人怕 担心把历史的这些真实的东西揭示出来以后 会影响到后来的认识 我觉得这个改变的认识都是应该改变的 而不存在那种所谓真实的历史都成风 没被大家所认识 而一旦改变了 就会天都塌下来 大概没有这样的历史 这个我想 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 好 看看还有其他问题 还有 北市大学 蒋明慧老师 吴志辉的 看不到 我再念一个 这个江明慧这个提问的 说吴志辉和少年中国学会 很多人当时都是信封 无政无主义的 这个如何看待新华运动 与无政无主义的关系呢 这是他的这个问题 中国这个 不光是武士前后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啊 这个讲起来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我为什么讲这个 我可以这样说 因为中国从晚清开始就无政府主义 而且棋子鲜明 中国的近代有各种各样的主义 我对这些主义的看法呢 是这样 就这些人 他可能受了外面的 某某主义的影响 接受了他的一些学术 但是他们是否已经真的上升到了 主义这样的高度 这个呢 在相当多的情况下 我要保持一点这个 疑问的 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普遍上 并不能达到真正的 无政府主义这样的高度 或者说我们很难用一个既定的主义 去把它限定住 比如说 蔡元培当年也信无政府主义 但是我们很难用一个无政府主义 把蔡元培限制 我们大家知道 中共早期的一些参与者 他就是无政府主义 尤其你像广东省 这个 早期的那批人 其中相当多是过去的无政府主义 但是他们的无政府主义 我觉得跟海外的那些无政府主义相比 可能在某些方面相似 某些方面未必相似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说 你说这个少年中国学会和吴志辉这些人 他们受没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当然受 很多人都受 因为无政府主义 很重要的一个 他就是否定这个权力 否定政府 这个对当时主张 反对政府 反对权力的这些人 有很大的吸引力 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 从头到尾 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我觉得这个我有保留 只能说他们一部分的言行 可能跟无政府主义 或者在历史上 或者曾经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但是 这些人很难说 就是无政府主义者 我想这个是 我的一个 大概的态度 不光是无政府主义 其他的主义 与此类似 我还有一个说的 刷了好几遍 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 再 当然 最后一个 我看那个谁 你不是到五点吗 到五点那可以 行 可以 我看杨靖元 是不是刷了好几遍 他说 胡适1958年 在台北的演讲 把新思潮运动 最终称为 中国的文艺复兴 可不可以视为 胡适所希望的 这场运动 只是局限于 文化领域呢 这是他的问题 好 这是这样 我说的写 我写 五四与新文化运动 三本书的之一 另外一本就是 近代中国的文艺复兴 那这个事情呢 要把它从头到尾梳理 我们知道海外有学者 认为胡适这一生 讲中国的文艺复兴 他讲的很多的 但是胡适的文艺复兴呢 其实他有好几本书 他主要是英文的 他用中文的时候 他不大用 或者说不大 把它作为一个概括性的东西 从头学书到尾 但他用西文 英文的时候 他有好几本 这样的著作 或者是纲要 去讲这个文艺复兴 那胡适讲的文艺复兴 是从宋代开始 他不是从这个 近代才开始 另外胡适讲文艺复兴呢 其实他有的时候 是为他自己增加了一些 后来的认识 我们知道近代最早 主张文艺复兴 要搞文艺复兴的人 不是胡适 也不是新朝 不是副司令 最早是晚清的时候 搞国粹学报的那批 就是黄杰和邓时 他们当时就 很正式地提出来 要在中国搞文艺复兴 所以说近代中国的文艺复兴 我还不能说 这个黄杰和邓时 就是最早提倡中国文艺复兴的人 可能往前追溯 也许还能追溯得到 至少我们像目前看到 而往后讲文艺复兴的人 非常之多 当然胡适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在其中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去看 胡适讲的文艺复兴 那有两个问题 第一 那只是胡适本人的一个认识 第二 胡适的前后的认识是有变化 而这些变化 他有的时候是借用了 其他人的想法 加到了自己的这个 所以说他并不是一以贯之 当然你说 胡适讲文艺复兴 是不是说 他主张的 只限于文化这个领域 这个还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讲 他就是主张思想启蒙的 这个思想启蒙的 就限于影响大家的思想 大家要知道 陈独秀办青年杂志的时候 他本身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将来 把所有的圈圆都鼓动起来 这个跟胡适的想法 本身就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说 陈独秀后来走向社会运动 这是很正常的发展 而胡适 以及新兴年的大部分人 跟陈独秀的想法 是不一样的 他们确实是想把这样一个事情 限制在一个思想的 启蒙的领域 那么这个呢 我也说 把握住这一点 也是把握住 五四之前的新思潮 与五四之后的新文化运动的 一个最根本不同之点 这是非常重要 我要回答后面两个 太快了 张一平 这个邓文明老师说 这个李大钊 李大钊与张世昭 新文化运动中是否存在 由相和到分道扬镳的关系变迁 这是他的问题 李大钊和张世昭 我知道 这个我没有研究啊 这个确实我不知道 他们两个 是不是直接的 在这些问题上进行交集 这个我没有 因为说是在这个 关于吴志辉啊 吴志辉有的时候 他讲这些东西啊 信之所知 我们看 吴志辉 提出新文化运动这个问题 我查遍了所有的资料 只在当时报纸上 一个人的转述当中找到 而没有在任何当时的报道 直接的报道 以及他后来的所有的住宿当中 找到相关的内容 也就是说 即使这个是吴志辉提出来的 那吴志辉可能也就是 偶尔顺口说了一句 这 这个也比较符合吴志辉的 一个 这个本人的品行 我想 至于他有没有 在这个问题上 跟李大钊交集 或者还有什么分合 这个要看历史的 实际的情况 我看 那个 谁啊 有一个 庞青的那个 他也是刷了好几遍 他想问一下 就是江苏教育会 和江苏省教育会 是同一个组织吗 这个两者有何联系和分别呢 这个是这样 他前后是渊源的 那么早 最早的时候就是江苏 最早叫江苏学会 后来清政府统一改叫江苏教育会 那么到了民国的时候 他叫江苏省教育会 当然之前也有叫江苏省教育会的 其实他就是一个 因为这个在江苏 他没有第二个江苏省教育会 但是这个江苏教育会的重要是在于 他从晚清开始 他是全国那个教育会的联合会的 一个实际的主控的 这样一个角色 另外到了民国的时候 大家看民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全国是分裂的 是格据的 但是呢 全国的教育经费是统筹的 这个统筹的教育经费 因为它延续晚清以来的这个情况 由教育部直接掌握的 只有10% 那么90%是由全国教育会议来掌握 所以他们在每次全国教育会议上 都要讨论那个经费的问题 那这里头江苏教育会 起到很大的作用 当然这个一般的人很难理解 最近 我跟你说江苏教育会 是一个政治上的报复很大的 你们看这个 胡适的那个来往书信当中有一条 当时北京大学 蔡元培退出之后 江苏教育会说 如果北大守不住 他们可以把人撤回到上海 另外办一所大学 这就是什么事 明显 就是北大原来是他们的据点 那这个守不住的话 他们要另外再办一个大学 来继续他们原来的一些事业 那么江苏教育会 真正被压制 是到了国民政府统一以后 才真正的被压制住 因此 江苏教育会在那个时候 他们原来跟国民党本来是同道 但是因为那件事 是双方对立冲突的很厉害 所以大家看 为什么后来黄炎培这些人 对国民政府 极其反对 这都是有源源的 江苏教育会在很长的时间 其实是掌控了全国的教育界 这个是 但是 关于江苏教育会 虽然写了有过几本书出版 我觉得那个太过表面 对于背后的东西 完全没有看出 那么 最近这个台北 这个台湾的这个陈以爱教授 出了书 他在里头谈到五四前后 这个谈得比较深入 当然 其中有的问题还可以讨论 因为我 比如说我讲这个 江浙 本来是联系 极其紧密 尤其在晚期 到明初的时候 但是在此之后 由于这个 汤寿前的过世 江苏教育会 跟浙江教育会的矛盾 不见得凸显出 所以那个时候 浙江教育会 对江苏教育会 有相当多的不满 这个背后 要讨论的问题 非常多 三长 另外一个是 王林老师提的一个问题 这个 他提到 当某一个历史事件 所以时间发展 变为一个概念的时候 这个如何理解事件 与后来形成的概念 两者的这种关系 他这个举了个例子 就是以武士运动 如果将武士运动 从史学史的概念 反推到作为 政治概念的武士运动 而作为政治概念的 武士运动 又由作为 历史事件的 武士运动转面而来的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如何理解 事件与后来形成的 这种概念 两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要确定的是 这个概念 是不是后来 才出现 我觉得近代有很多概念 它就是在历史过程中就形成 但是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以为的说 是后来生成的 是后来会增加很多内容 但未必是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辛亥革命 我们原来以为辛亥革命 产生比较晚 其实我们现在查到 在武昌首益十天之后 上海 以商务运输馆为中心的宣传 就已经正式提出了辛亥革命 而且已经在编相关的资料 相关的书籍 或者相关的刊物 由此展开了一场 正式的革命宣传 但是宣传的主角 并不是革命党 而是我们过去以为的 立先派 这个是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现在有的学者 看到了这些事情 但是这个解读呢 我还是有一定的意见 没有真正看穿 这个立先派这些 死生的背后的那些想法 所以说 我们不要轻易的说 这些东西 比如说武士运动 到底什么时候提出来 怎么演变 这个历史是怎么回事 我们现在 没有人做过很深的研究吧 系统的树立吧 那我们不能上来就说 武士运动 这是一个后来的 什么什么概念 这本身这种想法 就是一个很后来的概念 不能用这样一种 完全后来的 所以我就说 首先你要回到 那个历史现场去看 一个东西是怎么发生出来 然后再看它怎么样 出现因时 因地 因人而异的演化 这样我们才能 做历史 在这个基础上 后面的那些演化 怎么发生出来的 统统是历史 我们只有把这个历史 整个的梳理出来之后 我们才能说 这个事情 来龙去脉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才能说得清楚 一个历史 是怎样的 我想这个是做历史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则 最后一问 他有一个 我要回答吗 喂 不好意思 刚才我们这边静音了 刚才 有个老师提到 做历史研究 是否都 应该 跑哪儿去 跑太快了 别别那个谁 你们先别刷呢 做历史研究 是否都 应该遵循 您所说的 自称 他指 与后任的方法 又到底该如何 处理好 外来系统 与本国材料的问题呢 这是这样 不能说 都要用这个办法 这个办法是 只适合那种 有 自称 他指 与后任的情况 才需要用这种办法 但这种办法 确实 他适用性 比较广 我们这个 做历史 我可以说 史无定法 一定是根据 具体研究的问题 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这才是做历史 不能一概而言 至于说 外来系统 与本国材料 我的看法是 尽量 不用 不要套用外来系统 所谓外来的系统 这种理论性的问题 或者方法性的问题 它应该体现在 你研究的过程 而不是表述的过程 那我们现在 大部分的所谓 解决不好 外来系统 跟本国材料 主要是 它的这个 所谓 外来系统 它只用在了 表述的阶段 它没有用在 研究的阶段 没有用在 研究的阶段 你是表述上 要硬套下去 一个东西 那没办法 我记得 前不久 开一个会 有一位作者的 观念很典型 他就说 我估计 大部分刊物的编辑 也是如此 他原来写一个 关于一个工人运动 他就发现 这个写出来 好像就事论事 这个编辑 也不喜欢看 然后呢 他就想方设法 把它整理得 非常有条理 然后看起来 很好看 他也自己 觉得很好 编辑肯定 也觉得很好 但是我 我其实 我没有问他 我心里就想 这个问题 你都想了 那么久 才想出来了 这能是 当时人用的吗 当时人肯定 不知道这些吧 那他没有你 这样一个东西 那或者说 你是把大家 潜在的东西 揭示出来了 也好 但是我也没看出来 他是揭示 揭示出来了 他显然就是 为了调理 跟整齐化 而用了一个 厚色的东西 把这些材料 装进去 那这个装进去 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 他不能贯穿 所有的材料 与事实 凡是历史研究 无论你写的 再好看 只要不能贯穿 所有的材料 与事实 这一定是有问题 大家知道 这个 研究历史 过去讲 这个考据 如老力断育 我们这个研究历史 就跟过去 这个审案子 判案子 是一样的 大家知道 这个审案子 一个很重要的 原则就是 你的这个推定 不能有违于事实 如果你觉得 这个一种推定 是最不可能的 但是他能把所有的材料 跟事实 都能够贯通 那也许他反而是最可能的 我想 这两个东西 相互之间是有 普通的 当然做历史 要求的还原程度 比这个审案子 要高很多 刚才有一个问 读书法 在哪篇文章 不是哪篇文章吧 我编了一本书 叫读书法 这是把前人的 对对对 刚才有一个说 这个 提到是本个人 我看的 我这个 因为那本比较厚 我后来 又把它 跟他们一起 把那个东西 压缩成一个减本 但不是压缩 另外也增加了一些东西 就是另外编的一个减本 这个减本 刚才他提的 他提的就是 历史系本科生 要广泛阅读各种书籍 那么历史系研究生 和博士生 最重要的是要做什么 他就刚才提到这个 最重要是做什么 这个话不应该问我 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读书做研究 你最重要的 就是要写出 你那个博士论文 或者硕士论文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你围绕 为了写好 这个博士论文 跟硕士论文 那你要做很多 各种各样的工作 我觉得现在 大家不是不明白 应该怎么做 而是愿不愿意做的问题 我就说 办法再好 也是对读了书的人讲 才有用 对没有读书的人讲方法 那是有百害无意义的 所以说 你无论是什么方法 你先去用一下 你用起来了 你就能体会好与不好 另外呢 我还是要说 这个东西啊 做学问 它是有阶段的 你不要指望在 博士硕士阶段 写一个能够如何轰动的 如何高明的一个书 这不可能 你现在二三十岁 只能做二三十岁的学问 很多东西啊 要到了后面 你才能做 现在做不到 当时 我看那个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韩星奥老师说 这个想问一下 您如何看待 五四时期 学生在文艺创作方面的创新 比如说 这一时期 有关爱国话剧的演出 十分频繁 这种现象 是受新思潮思想的影响 亦或是新文化运动沉淀的结果呢 我跟你说 这个呢 说实在 让我说啊 是这样 我不用我说 张文天 曾经在一九二几年 我忘记了 这个我在书里引过 他写过一篇文章 总结 就是从这个新思 新思向新文学以来的 以来的那些种种表现 按照他的说法 整个新文学运动 在当时已经破产 这个破产的事情呢 那不是我说 你像这个唐德纲 唐德纲 对这个胡适还是很抬举的 但唐德纲多次在大会上说 新思破产 早就破产 他就问在座的那些人 说你们谁能背得 背得出几句 从武士以来写的新思 你们又有几个人 背不出几句 中国过去的旧思 确实如此 后来大家想来想去 我们大家几乎都能背的新思 大概就是一首 这一首不是因为它是诗 是因为它后来被谱成了歌曲 所以大家能唱 叫我如何不想它 这个大概都会 否则的话 大部分人现在都背不出新思 就是你这个新思是不上口的 所以说他说 而这个张文天批评的不光是诗 小说 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他都认为已经破产 他说的有的话很重 当时也不是他一个人一天 说新文学已经变成厕所文学 很多人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写 当然这个是比较极端 但是你想 张文天本人就是搞这个东西出来的 他都认为这个不行 所以大家对这个新文学 股价是不是要那么高 至于说你说这个戏剧 大家要知道 中国的戏剧最高开始 不是从这个武士运动开始 从晚清开始 晚清最早就是学的这个外国 其实很重要的是留日学生 大家其实看晚清留日学生的这个戏剧 现在没有完全写出来 因为很多当时他们 判施的判施的刊物啊 你一看名字觉得跟文化没什么文艺没什么关系 其实那上面有大量的 他们不仅有各种各样的所谓新编系 也有很多一些过去的老戏的翻新 也有出现有话剧啊这样的东西 像国内很有名的这个 不是在春柳社的 这个我过去写过一些关于像春柳社 还有一个在上海 当时主要是两个 两个系列 但是那些活动大量的没有被很好的研究 所以说大家觉得好像是武士的时候才出现 创新这个不一定 他这个字这个走太快了 这个闪的比较快 我看不到 对对他这个又刷了一样 刚才应该有一个古代式的 应该是一个古代式的老师 他就说这个 您刚才提到的对于近代史来说 应该先努力 陈述客观的历史叙事 那么在古代史中 因为史料比较少 应该怎么克服史料与史实之间的矛盾呢 这应该是个古代史 这个问题 我是觉得古代史本来处理材料与事实的办法比近代史成熟 因为他很多问题经过前面的很多大家下手做过 当然主要是这个唐以前的 纵以下的相对来说的较弱一些 尤其这个上古的这些 都不被大家的翻来覆去了 深耕多变 所以你要说完全走那个外行呢 这个就比较难以让大家接受 那么古代史虽然材料有限 按照程序 程序是分上古中古跟这个近代嘛 上古就是材料太少 不容易利论 也很难反正 中古的材料多少比较合适 容易 可以利论 但是呢 不是很容易提出反正 所以说 有人认为陈先生只是主张做中古历史 其实不是 他也主张做这个晚进的历史 尤其明清以后的历史 他特别晚年做这个柳如寺别传 做的明末清初的这个历史 但是 我可以这样说 明末清初以来的历史 因为史料太多 反而比古代容易出现物败 我们说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陈英雀先生 他在柳如寺别传当中 因为不相信 一个官书的说法 信了施家的记者 结果他错了 一百多页 他那本书里头 有一百多页的论证是错的 这个是何林修先生后来指出来 但是何林修先生 不是一种贬低的 何林修先生说的意思 我觉得说得很好 他就说 即使像陈先生这样的大家 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我觉得问题更大的 还要进一步 古代史 出现一个另外的说法的时候 你很难把它完全建构出来 而且建构得很详细 这个不容易做到 你可能会提出一说 但是你这一说 能不能成立 大家争议也比较大 只能是见仁见智 但是在近代史 你要弄错了 就是我说的近代史 明清以来的 你如果把这个事情弄错了 但是你居然有 非常充分的材料 去把一个错误的 推论 把它用详尽的材料 呈现出来 这个才是大麻烦所在 所以说 我可以说 我们近现代史的研究当中 类似这样的问题 很多 只不过大家不自觉而已 他都觉得没问题 其实那个一看就知道有问题 我想这个才是最大的 反而不是说古代史 比较难弄的问题 古代史的问题是这样 你不可能像近现代那样 精细化 所以说近现代史 因为材料的极大丰富 反而提出了 处理材料与事实的一个 更高的要求 但是呢 很多人反而觉得这个 相对更简单 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认识 但是古代史有另外一个 所以你看大家过去做 中古历史的很多 它是做制度史 制度的历史 过去中国历史 做制度的历史 做文物制度 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 但是怎么去做一个文物制度 我觉得这个讲究会非常多 如果你想做 比如说个人的历史 或者说是一个事件的 这个完整的还原室 那这个呢 你得要有选择 不能说想当然 抓到一个题就能做 你首先要看材料够不够 这个才能做 因为现在大家有 有一个普遍的 我一直批评这个倾向 好像这个是 误信了 过去讲 一定要用新材料 研究新问题 才能是入流 这个是不对的 应该是用大家 常见的材料 研究基本的问题 而你能说 别人说不出来的话 看不出来的问题 这个才是做历史的 最正确的途径 其他的那个呢 有用是有用 但是呢 相对而言 用常见的资料 做历史 应该说是 一个最主要的方式 像是那个 贵州师大的这个李州峰 我看的也刷了好多 又被刷过去 他说这个新华运动时期 近代学派也大量形成 如张太炎派 胡适派 英美派 法日派等等 您是如何看待 这些学派的形成与分歧 他们与新华运动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可以说 所谓新文化运动时期 中国学派大量形成 这本身不成立 这是一个后来的看法 即使像你说的 张太炎派 也很少有人叫 胡适派 也很少有人叫 这都是后来说的 至于说这个什么法日派 这个不是学派的问题 这个也是后来像周作人 那么这些人 开始是私下里说 后来在文字里说 但是到底成不成立呢 我就说近代是这样 中国人过去是不讲学派的 过去做学问 你也有派 我跟你说 这个中国讲学派 所以大概是这样 我估计很可能是受了佛教的影响 佛教因为讲中派 但是佛教呢 本来只有一中 就是正中 凡是讲中派的 就是不正中 那你 讲学问呢 你谁愿意说自己不正中 所以说中国历史上 极少有人自称什么学派 几乎没有 一直到近代 也几乎没有 我唯一找到过一个人 差一点自称的学派 这就是陶西盛 有人鼓动他 自封与共学派 不是 不是 石货学派 他差一点就上当了 但后来可能有高人之变 他就放弃 因为你凡是自称某某学派 你就是第一 说自己不正中 第二就是说自己 这就是一种自我矮化 另外呢 用学派去看历史上的学术 这个是问题很严重的 过去你像这个周宇彤先生 他比较喜欢用学派去讲 历代的经学这些 但那个不断就比较难免 像这个钱穆 讲这个清三百年学术 他就是很不满意 梁启超站在汉学家的立场讲 他就说 不要有门户之间 他要打破这个门户 所以说他写 清三百年学术史 他基本上不是按学 他不分派的 但是钱穆我觉得呢 走得有一点过 过在哪里 他就是完全否认了 后来有撑的 这个又不是事实 因为为什么 你说清代没有 他在讲到民国学术的时候 他又讲 这是清代 讲汉宋学术的 那是后面的人讲前面 讲金谷也是后面的人讲前面 那个讲起来非常复杂 所以说尤其是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 说这个讲宋学 就以为是讲宋代的学问 其实不是的 那是清代的人的东西 所以说 我觉得要理解一个学术 首先不要用后来生成的学派的观念 去看前面的史 但是后来生成的学派 是怎么生成 怎么演化的 这也是历史 也要去研究 我想这几个东西 就是我前面说的 三种不同的历史 要合为一体 才能把一个历史讲清楚 而不是用一个后来的观念 去解读前面的历史 因为前面 他没有后来的观念 所以说你也不能用 后来的观念 去解读前面的历史 那张老师 要不这个时间 要不你 今天这个提问还有很多 今天看来暂时 回答不完 最后再提一个 最后再提一个 他刚才可能 应该是一个 是高校的老师吧 那个 他说在 我答着 社会丫头那个问题 当时他这个 他问的是 就在知道这样的一个历史真相之后 这个我们应该在课堂上 怎么样来讲述这段历史 在课堂上什么 在课堂上怎么样来讲这样的一段历史 就知道真相之后 这个和教材之间这样的一个冲突 矛盾 我想你如果是历史系的这个比较好办 历史系的就是 你该怎么讲就怎么讲 你研究出来的 但是呢 现在有另外一种情况 有的人喜欢做犯案文章 这个也不行 我讲的 现在讲的这个 这个绝对不能做犯案文章 所以说我就说 你一定要三种历史都做得出来 它是这三个历史是连在一起 但是呢 它又有分别 而且我想 你能把历史的本相讲出来 这个 不会有任何问题 如果你是刻意的去讲一部分 那这个反而有问题 好像这个过去的历史 是被有意掩盖了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完全不是历史事实 所以说这个 严格的说是没有问题 我至少到现在为止 我已经研究出这么多了 我也从来没有说 不让我讲的问题 当然你说是不是 所有的历史都能讲 不是的 这一点我要深明 比如说我们这个陈英雀先生 他就特别反对 挖祖坟 什么叫挖祖坟 他实际上就是 古史变 古史变 就是你要打破什么三皇 什么三皇五帝的这种 什么上古黄金时代 这个 你跟这个挖祖坟 他这个东西谁不知道呢 大家都知道 他说第一个你这样挖来 你把东西解构了 它没有意义嘛 那到底是什么回事 你没说出来 另外他还要说 伪材料 如果你弄清楚 当时所处的时代 以及他为什么要去这样洗 那他就变成真材料 他用来说上古不对 他用来说他如何说的那个时代 他就很有用 那如果说你不会这样用 那还说明你的研究历史 你的那个运用材料的那个能力不够嘛 而不是说你好像找到了跟过去不一样 就觉得好像很厉害了 这两回事 所以说 中国人做中国事 前幕说要有 对历史要有温情 我想这个有温情是一个方面 但是不是说 你过去讲的一切都要去 好像一定要去接短 特意的 你比如说我过去讲 那个日本学者 桑源自造 大家中国人过去就讲 中国文明呢 是比较能够融的 比较能够中庸融合的 那么他就一定要 写一个中国历史上吃人的问题 这个就是刻意的 我跟你说 你 你除非你说 只有中国人在历史上吃过人 其他的都没有 那你写这个可能有点意思 否则的话 这种故意意义不太大 大家其实不是不知道 只是我们知道了 我们未必去说 有的学者认为 好像过去知道的一切都要说出来 那你看你是对谁 我们研究本国史 我们是要研究主要的东西 而不是去找那些什么 八卦式的东西 猎奇式的东西 你或者说 因为你不太了解 当时的背景 你去写了这样的东西 有的时候就很荒唐 我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这个在抗战期间 在华北平原上 曾经发生过一场 这个就是杀狗的运动 杀什么狗呢 主要是当时华北当地 产的一种土狗 为什么要杀这个狗 是因为这个狗的灵敏度特别高 他一有动静 他就开始叫 而且他一叫呢 他就会连成片 他就是方圆 多少里的狗都会跟着一起叫 那这个日本人呢 他有那个快速反应部队 他这个快速反应部队 他开始他就会听到这个狗叫 他就会直扑那个最早 出来的那个地方 这个就给中国的那个 抗戮的武装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于是就发生了杀狗一种 而且当时提出来的口号就是 杀狗就如同杀汉奸 那这个消息 这个事情呢 在前些年被提出来之后 一批动物保护组织 动物保护人士就说 这个不行 这个战争的情况下 怎么能杀狗呢 那不杀狗让人杀人吗 这个就是完全没有历史的观念 在当时的情况下 你当然只能杀狗 你不能让日本人杀人吗 说如果连这个 基本的这种判断都没有 我觉得这种很伪善 我想这个是我要说的 已经有两个多二十啊 刚才那个桑林教授呢 他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 他主要讲这个 新洋运动的真相 包括新洋运动 从何时开始 他提到 包括对王岐生提到的 王岐生教授提到了 新洋运动是被运动出来的 后来那个啥 五四运动很快发生 他认为这个啥 新洋运动呢 最早是在1919年的七八月间 七月底或者八月初 在这么个时段 这是他主要讲的第一个内容 第二个内容 他讲到了这个新洋运动的主角 多少知道谁 这里面他 他避开了 他里面提到包括新青年呀 包括像其他的一些 那个陈多秀呀 鲁迅呀 还有其他的相关人物 他认为 他这个核心观点是认为 新洋运动的主角是 少年 中国学会 刚才在有些提问当中 也提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相信展开起来 有很多话要说 这是第二个 第三呢 就是桑文教授讲到了 这个五四运动和新洋运动 究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他提到了 五四前不能称为新洋运动 这个是由 他提出的这些看法 还有他提到应该是新思潮呀 还有什么新文学这一类的 另外呢 他认为新洋运动呢 提升了这个五四的影响 对这个新洋运动 与这个新青年五四运动 进行了一个剥离 一个剥离 这是他的主要的核心观点 当然他还提到了 其他一些 比如说对赵先生啊 他这种 关于这个民主的 这个三十多种依法 被迫无奈下 这种称之为赵先生呢 这样一种认识 他提到了这个 这些问题吧 这我相信啊 这样今天这个 短短的讲座当中呢 尽管是第二个部分 桑文教授还对这个 大家提到了问题 你比如说 关于那个 无政府主义啊 包括刚才提到的 少年中国 包括这个学会啊 包括还有提到了 其他的 甚至包括古代史的教师 还有私针课上课的老师 还有本科 这个硕士生和研究生 博士生 他们在学习过程中 提到一些问题 包括读书等等 非常多的内容 尽管今天没有PET呢 没有PET的也让大家呢 紧跟着桑文教授的思想呢 一步一步走 一步一步走 你一点都不能走实了 所以大家也有很多的收获 特别的强调了 就是近代史刚刚开过荒 也就是说近代史的研究呢 还大有可为 剩下的就是 怎么写非常重要 所以他今天讲的内容呢 两个多小时 中间考虑到那个啥 桑文教授的这个 这个讲话 这个啥 太累 太辛苦 但是其实如此呢 我们也两个多小时 我们比较长了一次讲座了 所以说下面让我们 对桑文教授的精彩讲座 抱一最热烈的掌声 不客气 谢谢各位 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师 你辛苦了 谢谢